梦中还是虚妄分别之处 如果做梦的人正在做梦的时候,他出了 梦中所有的境界 人也好,物也好,似也好,虚空也好,世界也好 他一向明了地说,全是个自心变现之物 能变的是自心,俗不变的是境界 能俗不二 能变的是体,俗不变的是相,是四 确实是一不少 这样你就坚信 禅宗里面常说明心坚信 坚信怎么会进化 豁然觉悟到所有世界 虚空世界全是四季 这就简行 诸佛菩萨跟我们差别就在四季 凡夫因为虚空世界全是四季 凡夫决定不会认 这云云众生是四季 绝不承认 佛菩萨知道所有一切众生是四季 他别再说地下 这话怎么讲呢 这还有一作梦来作比喻 梦中一定有自己 也梦到许许多多人 梦中的自己是自心变现出来的 梦里面许许多多的人 还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 能变的是一个 所变的现象是无量无变的 能变跟所变是一不是二 所以祝福菩萨对于一切众生的慈悲 叫做无缘大慈 无缘怎么会讲话呢 无条件 为什么无条件呢 是自心变现的 所以哪里来的自己呢 见书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 这个是佛所见的 佛所正的 那我们凡夫恰恰跟佛的知见 正反 若我们凡夫 决定不会把外面一切人事 无看作自己 如果把外面一切人事 无看作自己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世间人与人 恩恩怨怨 深深深事事 没完没了 如果知道同时自己变现的 不就全都了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呢 这就是佛跟菩萨 不一样的地方 孤独说出这两句话 不简单的 能说出这两句话 他一定见信的 见信就做佛了 禅宗里面说的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大车大悟 明心见心 见心 见的是什么呢 见到时空世界是自己 这叫见到自信 见到自信了 见心就成佛了 那么此地说的成佛 并不是究竟圆满的佛 天岩台家讲六集佛 这个是说于分真集佛